哈啰 大家好 谢谢你们点开这一部YouTube影片 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是 我如何可以很幸运的将我的作品在英国巴斯维多利亚画廊展出 这次展出的展览是由Buff Society of Artists 第116届的Open Exhibition 我希望这一支影片可以提供给未来想要参加这一场比赛的人 一个惊艳之谈 如果有长期观看我频道的人应该知道我是文希 我是一名专业全职的陶瓷艺术家 这次我参展的作品是我的陶瓷12 moons 那首先我必须先来讲一下这个展览参加的方式是如何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How to enter 如何参加比赛 请看这个网站www.bsaor.uk 比赛呢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网填写资料 缴交你的一张想参展的作品的照片到网路上 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不是学生也不是25岁以下的成年人 需要缴的费用申请费用是15磅 相当于台币600块 在规定的时间内缴出作品的图片 像我做的是雕塑 我缴出一张最能代表作品的照片 第一阶段评审评的是您缴交的这张照片 评审的名字就在这里 这些是评审 当你通过第一阶段网路图片审核之后 第二阶段就是把作品带到维多利亚画廊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支影片 谈到我意外的参加到英国巴斯的美食记 那一天就是我去英国巴斯维多利亚画廊 缴交我的作品到现场 这个是第二关 第二关 第二关 隔几天后 评审会请助理巴斯 Society of Artists 这个巴斯艺术家协会的助理会寄给你一封信 告诉你您的作品是否入选 如果入选的话 您就不用再跑去画廊一趟 作品就会成为最后展览展出的作品 那如果很不幸运的您的作品没有被选上 就会通知你隔几天到现场领回没有被选上的作品 这一场比赛已经有116年的历史 以下的影片就是我到现场参加Private View 中文应该可以翻译为开幕酒会 但是那一天没有所谓的酒的酒会 因为现在英国的疫情还是没有非常美好 一天有4万多人感染 一天有121人死亡 所以这次的开幕酒会 艺术家没有办法大家聚在一起 因为现在政府规定遵守政府的法规 所以我预约到的时间是 那天开幕酒会下午的5点到6点的时段 可以进入展览现场参观作品 我到了现场 我才知道这一次参加的作品 有大约1000件 那这个是这一次的测 那一共有多少件作品被选上呢 一共被选上的作品是366件 所以现场有366件作品 那有1000件作品参加 所以大约可以被选上的机会 就是大约是30-40%之间 然后一直在这里 就是196件作品 那是107件作品 我的超约是104件作品 中间连约是105件作品 所以您能否认上 所以在2014件作品 因为三十4件作品 是105件作品 所以在北上的公司 所以在北上的公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非常幸运经过了疫情这么多个月 从我上一次办我的个展是在巴斯2019年1月2月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是2021年10月9号 已经经过了超过了12个月以上 我才有一场在英国巴斯的艺术家的连展 我非常的感恩我的作品能入选上这一次的展览 我很感谢有一些人对我的作品的赞美 我也非常感谢有一些人对我作品的指正 我之前也拍过一支影片 身为陶瓷艺术家 我在影片当中也谈到 我不接受任何的赔睡 陪酒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作品 阵阵当当的脚钱 参加比赛 而取得了这一次的机会 人生有很多条道路可以选择 我选择用我自己的方式 成为陶瓷艺术家 也许这个方式不适合任何人 也不适合其他艺术家适用 但是就是最适合我 因为我只想做一个踏踏实实 用心面对陶瓷 与陶瓷对话的艺术家 我尽我的能力 如果我有能力 我一定尽力 把我自己回馈于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对我来说 艺术家充满了对社会责任的重任 不管这个社会多么的不美好 我很希望艺术 陶瓷艺术品 可以让我 让观者有一个很peaceful 很宁静的空间 来阅读这些陶瓷作品 疫情依然没有美好 我尽力 维持着 做国际陶瓷艺术文化的交流 虽然很难 做这一切都很希望 我的家乡台湾 能在国际上 让更多人认识到 台湾的美好 希望我的家乡台湾 可以 让更多人 了解到台湾 艺术家 做出的陶瓷 可以让更多人重视台湾 女性陶瓷艺术家的存在 可以让大家 更加的理解 台湾所处的国际地位的困难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美好 台湾文化 台湾最美的就是 那一份温暖的人情味 我非常感谢这次有机会 在英国巴斯维多利亚画廊展览 我希望这一场展览 所有的艺术家和我都可以把作品卖出去 我也希望在这个不美好的疫情当中 身为艺术家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困难中 继续的生存下去 不管未来有多难 都继续坚持着做着自己喜欢的艺术 不被自立所困扰 坦坦荡荡 踏踏实实的做好身为一个艺术家的本分 坚持初心 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来做艺术创作 以上这些话 是送给我自己 其免我自己 继续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用陶土 关怀 帮助 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你们点开这部YouTube影片 非常感谢你们花时间看我的影片 See you next time Stay well Stay safe Bye Bye